2020年3月27号 在歌手《当打之年》节目中 周深以一曲《达拉崩巴勇夺当晚的第一名》 他通过一人分尸四角的独特唱法 分别在小孩、巨龙、国王、战事间不停的切换 像一位音乐魔法师唱出了快乐 又唱进了人心 让更多人听到了动感的旋律与歌声 如网友评价所言 他属于老天爷赏饭吃 自己后天又很努力的歌手 这种人在网红经济与小鲜肉的横行的时代里实属难得 也许是这份难得的坚持与努力 周深赢得了知名音乐人高晓松的青睐 2017年11月 高晓松自掏腰包 为其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深的深》 高晓松曾说 我自己不惜代价 从个人腰包里投资一张我喜欢的歌手的唱片 这一辈子都只有三次 前两次都是20年前 做的是小科的第一张专辑和朴术的 很多人说高晓松沉默了很久 就是为了等待周深的出现 这是一位能够唱出世间的生命与希望的歌手 上帝关掉了那扇门 当一个人火了 人们关心的是他现在的表现 却不会主动了解他到底经历了哪些故事 但往往是这些背后的故事 才足以支撑他成为舞台上明星 唱着动人的歌 发光发亮的站在舞台中央 向观众传递着一丝又一丝歌声里 交织的情感与细腻的思想 然而你不知道的是 你在节目听过的独特天籁纯真的嗓音 那是他在多年误解中的坚持才得以换来 1992年周深出生在湖南 从小就开始展露了自己的唱歌天赋 屡次带领校园合唱团拿到冠军 这是他童年里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上帝无疑给了他一副好嗓音 可是上帝给他开了一扇嗓音的窗 却关掉了一扇变声的门 青春期的时候 周边的同学大多开始变声 唯独他的声音还停留在小时后 长期介于同声与女声之间 难以发出男性粗犷低沉的嗓音 周深曾开玩笑说 变声期没有等我 他就走了 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是公平的 老天给你开了一扇窗 就会给你关上一扇门 在周深的成长史中 他因为独特的声音一直处于各种非议之中 在高考失利之后 毅然决然地决定前往乌克兰留学学医 度过骑傲而漫长的一年之后 他开始明白 一个人要坚持自己所爱 才能做自己所爱 就这样傻傻地坚持 他如愿地考上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美声专业 如果故事说到了就到高潮 那未免有点太没有冲突感了 这次命运的考验又来了 前面是声音 现在是声带 他不幸换上了声带小节 长死以往 导致声带沙哑甚至是造成了失声 上帝再一次为周深关上了一扇门 想要考验他是否对音乐足够的坚持和热爱 这一次他因为坚持与向往 在尝试各种疗法之后 侥幸地过关 同年代二 周深正式登上了好声音舞台 开始从幕后网络上表演走向台前 面对观众用心歌唱 这换来的结果是 一首欢言引来了众多导师的称赞 一首贝加尔湖畔更被网友称为天籁 这次就像是烟花升空的那一幕 带着些许火光与光亮让众人看到了他 接下来等绽放的那一刻 他的独特与美丽都会一一绽放 为大家呈现出一位真正的歌手周深 学会跟自己和解 在习惯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关门之后 周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相比于别人的误解 我是不是更在意如何唱出更好的歌 告诉大家我是一个怎样的歌手呢 事实上他很快想明白了 所谓的非议争议嘲讽始终难以避免 但如何唱好自己的歌 是能够掌控与把握的事情 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要明白的道理 谁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那为什么要在意他人的看法呢 活在他人的认知里 你只需要尽情的做自己 那世界就会给予你不一样的颜色 那些所谓的狗童与银河 只会让你慢慢的忘掉自己的初心 找不到自己当年那个追逐的梦想 如今的周深 在舞台上光芒万丈 音乐之梦更是一路开挂 先是一首大鱼唱哭了无数人 而后又四处开演唱会 还受邀演唱了各种大剧的主题曲 插曲 更是有高校松亲自为他作词 作曲 甚至不惜代价 自掏腰包 为他投资专辑 出道以来 获得的掌向更是数不胜数 也许这一切都是他靠坚实 与努力换来的 当一个人学会与自己和解的时候 他才是真正做自己的时候 周深曾说 我们无法完全不在意他人的想法 但我们要找到自己更加在意的事情 通过更在意的事情去排解在意的 能够影响我们的事情 墨上君子仁如玉 翩翩公子 事无双 这句话大概是对周深现在最好的诠释 他的每一首歌 每一句歌词 都是靠着实力打磨 在他的身上 你看不到焦虑 也看不到功力 他的声音 依旧纯净如少年 他的态度依旧谦逊 有温和